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謂對影城三人 就是月亮和影 實際上我畫了一隻貓和老鼠 所以月亮又沒有畫出來 那個twist的地方就是 很多時候你以為 那個是你的朋友 你是跟他對喝 誰知道貓和老鼠是沒有辦法談的 老鼠呢 你叫他喝 他就馬上走人 就是說 很多時候人的主觀 你希望是這麼大實情 現實裡面就不一定是這樣 就是三人 結果就只剩下你一個 可能 或者你計算月亮 還有你的影子 這個男人呢 就經常戴著東西 穿上街玩 他迎面而來的 就是他的頭射 只是一個色狼 基本上 其實都是說人性 基本上 就是說 再進去裡面 就有另一個層次的意思 在這裡 我都不知道 這個花木蘭 都是一個性上面的原意 我都不知道 可能狗主人 就說 你經常拖著牠 扯牠 向東向西 然後又 做很多事情 或者放牠到嬰兒車上 推來推去 或者將牠化妝成 一隻什麼 打黑超 那些 實情那隻狗 可能完全是 完全是討厭這些事情 就好像 牠就會一腳 將你的愛心 踢走了 就是拒絕鼻愛 很多時候 好幾年 還有 開始畫的時候 都是用孫子 和毛筆畫的 然後 後來 到了發展 到了板畫的階段 就開始 牠會變成另一個媒體 中間也會有一個過程 就是你會選擇 就是選擇 你比較喜歡一點的作品 所以 不是說 你每畫一張 你都喜歡 所以有幾年裡面選擇 選擇了這十八張出來 好像 劉備的張飛 或者 珠子類的三國恐明 其實 結果 你都是 拿著身體來 一毛左右 就回去 就好像 潮漲潮推 那樣 推了一推 那你就真的抹 原來衣服都沒有穿 所以 我畫的時候 都很開心 畫了之後 再想 咦 它跟哪個故事好像有些關係 有時候 有些絲 剛剛好 配合 有時候 覺得 不如把那些 劇本 或者是把那些 粵劇的詞曲 都放進去 都很敏 很配合 那很多時候 很好玩 都是有些怪怪的 即是說 比較當代的 感情生活 始終藝術品 都不太 浮現 所以 色 都是屬於 secondary color 即是 比較雅 我想 回到以前 中國的文字 沒有標點符號 所以 只不過 一路一路寫下去 還有 好像中國書法 都沒有標點符號 如果你有留心的話 就算了 也不想 原來 請 再次 再次 繼續 再次 再次 結束 解釋 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